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丹头,我是音音 酒高照,我是威儿 天马行空,我是顺人 今天来到了5月5号新加德早晨 给大家早晨有一个DJ的小狗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要庆祝一个小生命的诞生 在这个英国的这个英国剑桥公爵 这个谁? 这个威尼王子和他的夫人凯特 已经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女儿 叫做夏洛特 达安娜叫做夏洛特 叫夏洛特 在5月2号刚出生的 在这个新闻呢,她出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有一点追踪 因为我觉得凯特夫人很漂亮 我就一直在看这个新闻 她在宝宝出生过后呢 她就已经亮相了 亮相和大家一起见面了 她不像一般的孕妇 像我们亚洲人的孕妇呢 都是有点疲惫的样子 她完全是容光焕发 她相容满面 让我觉得这个宝宝迎接来 迎接的来都已经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不是爱屋即屋是吗 可是看来说人喜欢一件事情还是挺简单的 因为凯特长得漂亮 所以我就会关注这个新闻 所以小公主肯定也会长得很漂亮 其实关注这个新闻呢 主要还是因为在英国还有整个媒体上呢 几乎都非常的报道篇幅也挺大 大家都在关注究竟是生男生女 从一开始的究竟是生男生女 到最后呢连名字啊也要再揣测 究竟会取什么名字 现在全部都成案落定了 大家都知道了 生了一个小公主 然后名字呢也取了刚刚这个叫什么呢 Charlotte Charlotte Elizabeth Diana 其实从她名字看起来呢 Charlotte这个第一个字呢 她名字是因为好像是他们说有比较多人投选 或者是大家众望所归的一个名字 而选择了最后的这个中间那个名字呢 叫Elizabeth 应该是主要纪念她的这个祖母吧 对不对 就是Elizabeth 然后还有Diana 就是她自己的母亲了 这是众望所归的一个名字了 所以这个小公主呢 其实带着大家的一个期望 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 对也是一个老伯伯的期望 这个老伯伯相信通过很多的媒体 大家就认识她了 她就是姚灵的那个 姚灵完之后拿一个告示牌出来 小公主诞生了 就那个老伯伯 那个老伯伯 大家一开始以为她是皇室派下的一个使者呢 其实不然 她就是普通的一个市民 然后她申请 交了一份申请函 交到白金汉宫去了 白金汉宫就批准了她这份申请 让允许她作为一个使者来传达小公主的诞生 这个有一点像早期这个英皇室 或者是在英国早期啊 他们有一个特使 他们一般上有什么 像比如说在中国有这个官吏 就是说皇上驾到 什么就是圣旨到 这种东西啊 在英国其实也是有这样子一个状况 在很早很早期的时候 但是呢 这种习俗呢 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再延续了 只是这位老伯伯 可能她就是兴致一来 觉得这个挺特别的 特殊的一种报告方式 确实让人家觉得挺有趣的 在整个欢喜的气氛当中呢 特别增添了一种那种怀旧的气氛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澳洲 她在为了庆祝这个公主的单身呢 就送给了这个小公主 一个一条羊毛毯 然后呢 还给这个小公主 带一个特殊的礼物 这个特殊的礼物呢 就是给她为一个澳洲的珍稀 稀有动物代言 这个稀有动物就是 美丽奴羊毛 不是 是这个送给她的毛毯呢 是用这个美丽奴羊毛制成的 然后这个毛毯上面还有这个 自有这个澳洲国花金河的欢花 另外这个 除了这个毛毯以外呢 她还被 这个维多利亚州 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呢 是被这个 小公主代言的 小公主面真好 刚出车就有代言了 对 她代言的这个动物是三代雕 珍稀动物三代雕 我是没有看过这个动物 可是她是为这个稀有动物代言 同样她哥哥 这个小公主哥哥 乔治王子出生的时候呢 澳洲也是有送出 以动物为主题的礼物 那时候哥哥的礼物 我就觉得有点 咦 怎么不一样 就是她代言的是 小王子当天出生当天 腐化的鳄鱼 哥哥代言的是鳄鱼 你妹妹代言的是这个三代雕 看来出生的阶层不一样 大家从小就有经济价值了 然后我们党都长这么大了 二三十岁的人了 还没有这么大的经济价值 真的有愧于父母啊 但是你也得看看 我们大家的父母是不一样的 是吧 然后但是这个事啊 看澳洲 澳洲这个 郑小公主一些毛毯 也会令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新闻 我们本身主持人 本身主持人之外的 很多的民众就感觉到 小公主的一种单身 它是一个新闻热点 它也是大家所追捧的一个新闻 就像刚才顺人所说的 我因为喜欢开特 所以小公主我也喜欢 然后但是 这个热潮是不是本身的 英国国内的民众 也能够同样感受到 这种对于小公主期盼的一种诞生呢 可以从中看到在整个媒体上的报道 无论是在平面媒体或电视媒体呢 整个画面全是全部是兴高采烈的 就是大家都在等着小公主的驾铃 驾到 当然在整个你刚才提到是经济价值嘛 其实这小公主的降生呢 甚至有人认为说 它不单只是经济价值 可能它可以救到这个王室 甚至是政治方面 都可以帮助到保守党 所以有不同的这种说法 因为举国欢腾嘛 大家就说一片感觉良好 在这个气氛当中呢 也是觉得 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 王室有希望了 那现在的政治领导层也是有希望了 所以呢 就能够巩固现任的这个领导 是吧 这是一个疑问的 还是一个statement 应该是一个疑问吧 就是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边声音说是认为 可以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呢 就有人觉得说 一些专家或者评论家就觉得 这个简直是自己感觉良好 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子 也许民众的情绪是非常高昂的 非常兴奋的 但这只 止于对王室的一种期待 但是最现任政治情况呢 他们不见得会满意 现在领导层 嗯 呃 现在领导层就包括有保守党 呃 还有工党 呃 在呃 五 在呃 这周 本周四 本周四应该是五月多少号哈 就是在这周四的时候 英国有举行开始大选了 然后这个大选的最新民调显示呢 执政的保守党和在野党工党的支持率呢 是不不相上下的 所以两个政党的一些主要的人物都开始拉票了 呃 其中的执政党的呃 代表人物呢 就是他现任的首相卡梅伦了 呃 然后呢 他也开始拉票 他拉票的方式呢 跟以往之前的有一些领导人 有一些不一样 呃 其 呃 其 呃 以往的一些领袖们呢 他们都抱着孩子 呃 表达了自己跟民众心贴心 呃 手连手的这种情感 然后呢 现在他是把小姑娘扛在自己的肩头上 然后有一个亲民的举动啊 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活力的存在 呃 不过还是就是各个政党 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 办法来争取选民的一个支持 呃 但是呢 现在情况对于保守党来说 稍微稍微乐观一点点 呃 保守党在 呃 在这最新的这个民调显示当中呢 哈 他略微的高出了工党一点 呃 但是大家就无论是保守党来说 工党来说 他们都有机会各拿掉 呃 约270个一席 呃 但是呢 下议院一共是有650席 呃 只有过半才能组呃 自己就是独自组成一个内阁 呃 所以现在无论是保守党来说 还是工党来说 都没有办法独立的组成内阁 他必须和其他的政党联合起来 他才能组成一个内阁的 所以问题现在就有了 呃 如果不能够马上联合其他的政党组成一个内阁的话呢 英政府恐怕呢 呃 要炫 要炫入几周的一个瘫痪状态 嗯 那目前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英国政治版图的这个有可能变天的情况呢 是被视为少数极端集团的英国独立党崛起所影响的 就是所谓第三势力了 但是这个第三势力的呃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目前还是一个疑问哦 虽然说这个独立党呢 也许会对这工党和保守党造成一定的威胁 毕竟这个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支持力是不相上下的 那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个第三势力 会不会也把这两党的票分散呢 这还是一个疑问 就要看看这个第三势力究竟有多强的一个势力了 嗯 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工党 他们有一些作为 他是什么作为 这个工党的领袖 他在这个呃 他一他说他一旦入住的唐宁结果 他会在那边的呃 显眼之处树立一个应有工党竞选承诺的石牌 这个石牌呃 大概是有呃 2.6公尺那么大 那么高 然后呃 网民就有业余 他说他是在模仿这个摩西世界 然后也有人指工党 如果工党失败的话 这个石碑呢 就会变成这个墓碑 呃 这个石碑上面有有有有这个工党的六大震 证件证件是呃 政治的证 见面的减证件呃 所以他会把这个六大震件刻在这个石头上 然后呃 在大选过后呢 他为了要让大家不会被遗忘 呃 让大选过后不被遗忘 所以他要刻这个证件在这个石碑上面 呃 他也有指啊 他他他说他这个这次的竞选承诺是要包括管制移民啊 提高劳工家庭的生活水准强化经济基础等等 他也表示这块石碑呢 是工党在政治上重建公众信心的行动之一 呃 是墓碑确实有用处啊 因为有墓碑存在呢 你就能够感受到他永远存在在那 其实是不是墓碑 我说是他如果说没有实现的话他永远都处理在那 这是一个他写了说 battle plan battle future battle future 就是更好的计划更好的将来 如果我们现在都没有达到一个更好的计划更好的将来证明这个墓碑 他不是墓碑 他是石碑 对我们不应该把它叫成墓碑吧 他是石碑 就是已经认定他会输了 所以 应该说他是石碑 如果输了就叫墓碑 赢的话这个叫胜利的这个祭奠碑 对了 就是这么说 然后 但是 无论是哪一个党执政哈 然后他有一些计划 就未来对于英国的未来的走向 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你包括有两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呢 就是苏格兰未来的道路问题 另外的一个议题呢 是英国在欧盟的未来道路的问题 保守党和工党两个党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保守党认为如果他能够继续执政的话 他一定要在探讨 英国是不是还需要存在 还需要在欧盟区内 也许他要举行一个公投 让大家去选择英国是在欧盟区内 还是在欧盟区外 这是保守党对于这个议题的一个看法 然后但是工党呢 工党在这个议题上呢 他一直是主张 他是留在欧盟区内的 但对于这个苏格兰问题 苏格兰现在我们也有一个数据显示 苏格兰民族党可以在苏格兰大获全胜 这次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会赢得59个议席中的大部分议席 而这个苏格兰民族党呢 他还是倾向于支持工党的 苏格兰民族党 他一直是想把苏格兰脱离英国 自己成立为独立的一个国家 但是他如果意识上是支持工党的 证明工党的某些的层次上 某些的意识形态上 跟苏格兰民族党的这种意识形态 还是有些相近的 所以呢 然后未来的这一届英国2015年5月份的这次大选呢 对于英国的历史 包括苏格兰 在未来的道路上 也包括英国 在欧盟的道路上 都是起着很关键性的一个作用的 另外的一个是 除了这个上 我们还另外的有一个字母的上 这个字母是关于性别 我们通常我们都知道 性别我们称就是Mr. Mrs. Miss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Miss以外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性别中立的 代表性别中立的字 就是MX X就是XY这样的X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念 大概是Mix吧 可能是Mix 可能也不是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这个性别 这个是一个跨性别的代称 就是说你不愿意 如果你不愿意透露你的性别 或者是你不愿意表明你的性别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尊称 我觉得这个名字 它可以记录在英国牛津英语词典当中呢 它是代表着一个意义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在性别的认同方面 或者跨性别认同方面 它是一个里程碑 因为毕竟英国牛津英语词典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 或者是怎么说呢 权威性的一个词典 全国应该全世界都 都以它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说英语的话 那我们都知道英语是全世界的一个国际语言 那既然它能列入这个牛津英语词典当中呢 它也代表着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某个程度上 一些国际组织 或者是在起码在英国的 编这个词典的这个单位呢 它们是认同 或者是可以接受 跨性别的这种概念 换句话说 你除了是一个Mr. Mrs. Miss Miss Mr. 或者是Madam之外呢 也许还有一种尊称 这种尊称呢 在今天为止呢 可能会有些国家 它不能接受的 就是 就你该说MX 我自己本身 如果我把它读 会读成Mix 因为它就代表着一个意思 就是一个混合 你也搞不清楚 它是男是女 或者是男女都不是 是另外一种第三性别 这样子一个情况 是 昨天是前天的时候 我们就大家 在一个咖啡厅里 喝茶的时候 还看到一个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 首先感觉长得很漂亮 个儿也很高 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孩 但是她听她一说话的时候 一看 应该是个男的 应该是Transgender 然后之后 但是当时大家 也会感受到一种感受 其实我们的社会 是有越来越多的包容性了 包括我们的商店 包括我们雇佣的老板 大家的眼光和眼界 都是在包容这个社会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也包括刚才的那个女孩 Mix小姐 她在那工作 也是很舒心的 感觉大家在一起 融洽的气氛也是很好的 所以说 有一些事情 它是随着时代的一些改变 时代的一些变化 让我们再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事情 一开始她感觉到很不容易被接受 但慢慢慢慢的 大家逐步的会接受她 这另外一方面 她群众会认为 两个极端了 一方面群众如果是具有一种传统意识形态的 依然会接受不了这样子的事情的存在 但另外的一方面 就是我们说的民主 人权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出现的时候 有部分的人就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但还有另外的一部分人 就是我不接受 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尊重你作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存在 但我发现当如果MX这个词 它是真的被广泛运用的时候 可能会面对另外两种情况 第一就是 如果说今天一个无论是男还是女 他已经做了一个性别转换手术 就是在个体上 他已经在整个外形上 他就完完整整是一个男人 或者是一个女人 他不再是他自己本身的性别 虽然说他的基因还是显示出 他是自己本身的性别 比如说如果我是个男的 我做变性手术 我是个女的 但是我基因毕竟还是个男的 只是我的身体上是个女的 那在整个 比如说我的身份证上面 我应该是要男还是女 还是放一个MX呢 如果是这个MX的话 我现在有另一层顾虑 就是说 虽然说大家 他已经把这个性别分了出来 这个第三性别 在他同时会不会也造就了另一个情况 就是更容易让人家来启示 或者更容易让人家来攻击 因为我直接表明了 我的身份是一个MX 如果没有这个MX的话 我完完全全的变了性 你根本不知道 我原本我前身是一个什么性别 那比如说我是个男生 那我变了一个女生 我的这个尊称能不能就是一个Miss 或者是Missess 如果是这样子 我可能反而还会少了一些被启示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放MX 无论我怎么变性 人家都知道我前 这不是我的本来性别 我前身原本是另外性别的 那会不会造成另一种异样的眼光呢 也许会有异样的眼光 但同时另外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男士有男士的尊称 女士有女士的尊称 对这个群体 我们有这个群体的尊称 它不防它是一种 对于这个人存在的一种尊重式的表达 榴莲当头 自由高照 你好 我是孙和生 你正在收听的是榴莲FM 榴莲当头我是妍妍 酒高照我是薇尔 天马星空我是孙仁 这几天假期好四天的假期 大家有没有什么旅行奇闻出现呢 都没去哪 如果给我来说 就是5月1号那天 你们都出去了这个报道嘛 对对 现场的是反消费税集会 但是那一天呢 我也没特别去哪里 就看着关注的这个集会的 发生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过后 虽然说是一个长假 就是1、2、3、4号嘛 对对 总共四天的长假 去哪里都不行 因为真的是太 怎么说呢 路上太挤了 不单只是路上挤 你去到一个地方 那个旅游景点呢 也是非常挤 我甚至在前几天看到报章 昨天啊 就看到报章报道了 什么说呢 甚至有一些地区 比如说像四更庄 这样这个旅游区 我从来没有想过 四更庄可以那么多人 你可以想象 就是连集会的那种状况 可以发生在四更庄 那种情形 车还比人多 人山人海 我相信他们也把 那个稻田都踩平了吧 这又有另外的一个提醒 以后我们在 旅游大集会的时候 不妨把地点 搬到四更庄去 就是这些 就是风景区啊 也挺漂亮的 那你一边是集会 就一边去观赏一个景色 就是一举速得嘛 对不对 同时还可以促进 促进那边的旅游业和经济 多好 对不对 是这样的吗 你呢 我我本身是没有 我本身是回乡了帮爷爷奶奶 庆祝的生日 是在 庆祝母亲节 父亲节 提早庆祝 庆祝庆节了 那还没有 是完全是帮爷爷奶奶 庆祝生日 因为出去真的太堵车了 到处都堵车 你还回到乡 回到能够回到乡 已经算不错了 在芙蓉 比较不是 这些景点的地区 所以是还好 是是 但是有一个小岛 乡亲想去也去不了 这个神秘的小岛呢 它就属于印度的 这个小岛叫做什么岛呢 看一下这个岛叫做 好像是没有岛名是吗 有一个岛名 可是 它叫什么 它的岛名叫做 申地 不是 是北申地纳尔岛 岛上的原住民 就叫做申地纳尔人 所以是有原住民在的 可能是一些 还没开发的一些地区 而那些原住民呢 可能还是过着 一般非常原始的生活 甚至用的是那种枪啊 这些东西 石头 对 不是那个枪 不是啾啾的那个枪 是叉的那个枪 对 也是啾啾的那个枪 然后 但是这个地方 就在亚洲的孟加拉湾中的 一个面积 只有60平方公里的 一个小岛上 而且这个岛呢 是属于印度的 印度曾经 印度在2004年 印度洋大海啸发生之后呢 印度的海洋警卫队 曾派直升飞机就到达这个地方去视察 但是就遭到了一名当地原住民 以弓箭射击直升机的这么一个图片的出现了 呃在想这个岛是属于印度的 就是印度之急 那么他这个岛上的原住民是不是也认为他们是属于印度的呢 他们应该没这个概念吧 应该连国家概念也没有 他们只知道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土生土长的人 也是主人所以谁要到那边去 无论是你去探访什么都好 他会当成是一种威胁还是一种攻击 这是这个画面你刚刚说 当直升机要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 呃原始人呢就拿着这个这个原住民就拿着这个弓箭要射 我想到一个画面什么画面 你们知道吗 有没有看这个Avatar 有 记不记得他们那些飞机进入要要射这个呃 他们的大树还有射他们家园的时候 啊他们就拿弓箭啊拿标枪啊 这样子去硬硬去射那个直升机 就是那种感觉那种画面 所以能够想象到他们呢 对于外在的这种文明的一些呃科技 他们是有多多惧怕 他们是产生一种恐惧的 所以他们是一种有一种心态是警戒心 这些人是怎么带着 对对好像我们看到外星人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看到我们家直升机去呢 就是就是一种 呃可能我们会被侵占 会被攻击的一种心态 其实他们会有这种防备心是呃 是因为有原因的 在191880年的时候呢 英国曾经派出行政官呃 在这个岛上进行一些查测 呃当时候就是为了研究他们岛上的生态 还有风土人情 所以就呃带走了他们六名这个 这个圣地纳尔人呃 带走他们离开这里 要要要言要从他们的口中 得知岛上的一些语言 还有习书等 要多了解他们 然后呃可是这六名人呃 这名岛上原住民六名人呃 一离开了江源过后呢 先后就染上了不知名的病菌呢 其中两个人呢就已经死去了 剩下的四个人呃 因为他们的免疫免疫条件 不像我们一般人那么好 所以呃没有奈何之下 就把他们送回送回去岛上了 所以岛上就会让人而认为说你们把我们带走 把我们的人带走 然后害死了两个人再把其他人送回来 所以他对外外界的人是很有防备心的 嗯嗯 有有时候我们说印度是最民主的国家啊 他对这个岛就不民主 这个岛民民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属于印度的 印度官方说他们就是属于我们的 嗯 有点强权是吗 也许我说的有点强 牵强 然后但是但是另外一个作为一个原住民哈 作为这岛上的一个主人来说 我不喜欢万界的事件来呃 打扰我本身岛上的生活 这是他们的权益 这是他们的自由 他们想要这样的生活 这也是他们内心当中对于自己的原始信仰 对于自己的原始生活的一种憧憬 如果外来的东西打乱了他们的这种生活的话 他们也是不乐意的不欢迎的 嗯 所以这种举动也是应该值得被尊重和尊敬的 就是他们这样很神秘 我更加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习俗 我更加想要去了解其实 我倒觉得说 可能他们呃就是现代的一些专家 他们会想去研究这个岛呢 出发点有非常多 当然是基于一些科学的考究研究 那另一方面呢 也是可能基于一些经济上的一种考察 政治经济上一种考察 比如说这个岛搞不好 它有一些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 那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产 所以也许这方面呢 是一个特别原因 让了某一些的一些单位或者机构呢 他们特别要去那个地方考察 嗯 所以这也是他们的灾难嘛 嗯 对 确实是 最好是这个岛上不要有这些资源 资源 要有资源就是原住民的一些灾难 确实也是 呃 他没有受惠到原住民本身 反而受惠到外来的一些 一些一些 假如说印度啊 军方的一些人 这种对于他无 无论是对于自己本身的一种生活的需求 还是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家园的一种保护 他都是一种伤害 嗯 这个很明显的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不管呃 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是有这样子一个情况 当初在这个东马比如说要发展呃 这个水坝发发电这些等等的 要建立这个水坝 但是呢 受害的永远是当地的一些原住民 甚至他们没有善后的工作 如果有把这些发展的好处回馈给原住民 那某个程度上还勉强受得过去 虽然你已经破坏了自然生态 但是你还有呃 安顿这些呃原住民的话 那起码还能够在原道上有一个好 很好的一个交代 是呃 这个事我们先过一下 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历史性的会晤啊 就是呃 习朱历史性的会晤 习呢 就是习近平 朱呢 就是朱立伦 现在是呃台湾国民党的主席了 呃 两个人呢 是在周一的时候呃 在北京进行了一个会晤 呃 会晤上呢 双方都表达了不同的一些呃 对于这次会议想达成的一个目标和成果 呃 首先朱立伦呢 他就表达了年轻世代期盼两岸能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呃 与亚太组织携手合作 台湾能够参与更多的国际活动 呃 第二呃 那么习近平这方面则希望呢 认真思考两岸关系未来的路如何去走 国共可积极的探讨构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性框架 嗯 两个方面的表述是不一样的哈 朱立伦的这种表述呢 是年轻世代的一种呃 呃 表达嘛 呃 他说九二共识 呃 今年我们看到九二共识究竟是些什么呢 呃 之前我们说了九二共识的核心呢 呃 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呃 那么现在这次会议当中他提出了另外的一个statement 呃 这个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什么 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 嗯 呃 两个表述也许字字是一样的 但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就像是一个家庭来说 一个家庭说呃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我们一个家庭各自表述 你有你的表述我有我的表述 他可以有一个空间的 自由空间的 但是如果说是同呃 他他但如果说是你 假如你 呃 丈夫和妻子 是同属于一个家庭的这就限制了两个人必须同属在一个家庭里边的一个限制度 他们有一个自由度 而且这个中国中国现在肯定台湾不叫中国中国才叫中国 所以这对于台湾来说似乎也呃 这次谈判呃似乎呃似乎好像中国进了一步台湾退了一步 其实在整个呃过程当中的会谈当中呃 呃这位新台北市市长也是国民党主席啊 他也是有表示就朱立伦他也表示说其实九二年达成这个呃共识呢呃 他里面的这个说法是这样子两岸同属于中但内含定义有所不同的九二共识 那这个东西呢他们已经纳入了他们的党纲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下呢他们已经有对谈了多次了 那这两岸对抗的分呢是希望能够把它转成一种和解的交流 所以朱立伦本身呢他认同这个东西是是他们必须秉持的 因为毕竟纳入了党纲 不过九二共识呢刚刚你说到了这两方面呢 他们其实是不同的一种呃解释 虽然听起来好像雷同呃应该说不能说雷同听起来好像是一样 但实际上只是雷同是这样子说 因为大家的表述是中呃台湾这方面是呃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吗 对不对在中国方面他不这么看 他认为呢是怎么说呢是呃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是这样子来表态并不是各自表述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呃对在这方面的过程当中呢 朱立伦他其实他的表述是很务实的 呃可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呃亚太组织我们要携手合作 台湾能够参与更多的国际活动 呃这个方面他是跟中国的习近平说的 呃似乎感觉到让台湾人有点呃有点自尊 受到了一种侵害或自尊受到一点损害 因为我们想参与国际活动就参与国际活动 为什么让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跟习近平祈求 我们要有更多的国际活动 其实也不算是祈求 你看在整个呃会议过程当中的习近平也提出了五个点哦 这五个点主张呢你看啊听听看第一就是坚持久恶共识 这个不不谈的了啊啊但是他反对台独啊 因为这是台独呢是令到两岸呃和平关系发展的一个绊脚石啊 所以核心呢就必须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那第二深化两岸的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互双赢 所以这样子来听起来其实也没有特别去呃要台湾说或阻止台湾做一些什么样的 而这种国际活动你也可以去办但是前提他已经前提很清楚了 就是呃中国才是主要的这个老大 那第三呢他有提到说两岸交流归归根到底呢是人与人的交流 第四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局 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不要不仅要求同存异还要努力呃聚同化异 那第五最最重要是当然也是一个口号啊 我感觉上听起来像口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大家一起来干 这句话人听到不同的人耳朵里是不同样的感受 你像是比较亲中国的这一派人的感觉 呃血液里边都血液都在跳动好肌肉 然后其他其另外的一部分不太热衷这方面的人 或台湾的民众或年轻人会说听到这句话就恶心 他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呢 他会放一个标点符号 他把一个逗号就放在这个一起来后面 把干字独立哈哈哈哈啊 他们会这么说的 我想因为他们反对啊 很不喜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大家一起来 然后过后就放了一个字了 哈哈哈哈 所以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五点共识上啊 史经平给出了一个呃目标和方法和方式 他同时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 主要目标是构建一个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制度性框架 这个制度性框架它是高于92共识的 然后这个我们我不乏可以想象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一个制度性框架 是一国两制 那么中国是不是也想探讨一个新的制度性框架 它符合台湾的一个发展需求 也符合中国大陆的一个发展需求 但前提是就和香港一样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个部分 那台湾无可厚非也是应该属于中国的一个部分 这是中国这方面的一个考量了 然后呃但是呃朱立伦在这一番一番表达 刚才所说的这一番表达哈 就遭到了呃国内的蓝党的一些质疑 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呃已经背叛了台湾了 呃然后呃已经向中国大陆委屈求全了 应该是绿党质疑他们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确实有这种情况 因为毕竟呃绿党和蓝党就是和国民党本身就秉持着不同的 这个这个理念 当然如果现在像朱立伦他本身就国民党的主席嘛 也是代表着国民党 他能够去跟呃这个习近平开会 甚至能够呢和谐的谈到这个九二共识呢 很明显的这个绿党呢就有一些呃 呃拔不能说把柄就有一些筹码 可以去攻击这个国民党了 说啊你背叛来台湾 因为呃因为台湾呢本来就不要这样子一个概念 台湾是要自己甚至因为我们都知道 立党背后都想要台独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当然会这么攻击啊 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之前我们看到蔡英文出来也讲话 他当他要竞选党主席或竞选台湾总统的时候 他也出来一个自己的宣言 这个自己宣言里边和现在朱立伦所做的 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他的宣言当中也是维持九二共识 但同时要突破这个框架 现在朱立伦呢 如何能在九二共识下 他所探讨的是经济上的合作 他比较务实就是我们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维持青年世代的一个气派 但同时我们要给我们青年创造 创业机会就业机会 同时为台湾的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道路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考量 所以当时为什么你看蔡英文在又会说这一番话呢 是因为当初他跟朱立伦在竞选的时候 他已经败备了 而那个时候他落败呢 可能他就那个时候竞选宣言我倒没看到 但是我相信绝对不会是他现在他的这个竞选宣言 我觉得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他发现到这个失败过后 他在从失败中汲取这个经验 之前那些话是不能说的 那现在有些东西呢 我说可能要中国也是要可以接受的东西 虽然台湾民众喜欢听 不见得全部那么喜欢的一些东西 那中国最起码要接受 因为如果中国完全不接受 我赢了台湾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跟中国对抗不了 公正平等乃人权基石 Durian FM 我是基督卿会长方家雄 Durian Hello 我是妍妍 九哥赵 我是维尔 天板星空 我是孙人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首相 最近和夫人一起去了新加坡 谈一些事 跟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谈一些事 这俗称叫做四眼会议 什么叫四眼会议 是四个人的会议呢 还是戴着眼镜叫四眼的会议 两个人四个眼 然后但是呢 主要的内容哈 也是很实质性的内容 就包括我们的高铁的建设 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高铁的 终结点和起始点的一个选择 新加坡这方面之前宣布了是三个地点 一个是大市西 另外的一个是玉朗东 还有一个是市区内 三个地点就要选择一个 那么我国这方面呢 高铁的中级站已经确定了 是在新的新厂街 新街厂 新街厂这么一个地方了 其余的他还包括了 谈论了很多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宜啊 你包括要建立一个友谊桥 这是第三座连接两国领土的一个交通大桥了 又要建桥了 之前建了两座桥了 这两座桥呢 确实舒缓了一些 马兴之间的一个交通状况 但是在建到一个友谊桥 这个建在哪呢 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建的吧 而且建了过后 会不会又引起了更多人的反弹呢 觉得说又建这个桥 建的这个桥又好像要收费什么之类的 或影响当地的一些居民啊 当初记得我们也是谈过类似这样子的嘛 就是有一些地区发展啊 就连到这个第二大桥那边 就是这个马兴第二桥 的时候就有很多 马来西亚的和新山的一些人出来反对 当然这个建桥对我们来说呢 应该看起来像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更多方式 你可以分散这个交通的时候 它没那么拥挤 但一般上我所知道的 一般就是他们在马兴 这两个来回的时候 他们习惯性都用的是 主要的第一个那个物栏 那一边过去 那第二桥呢 反而就是它的用量没那么高 所以如果你在建第三桥 用量也没那么高的话 那其实是在浪费钱 确实也是在浪费钱 可是相信有这个友谊桥过后呢 应该会真的 交通拥挤这个情况 确实应该会比较减少 另外我们看到的事情 是新加坡是我们 我们国家的去年第二大的贸易国 双方的贸易 那总额达到 一千九百四十五亿两千万令吉 所以今年也是马兴两国 建交五十周年的周年庆 是是 双方的贸易额都是很高的 尤其是我国第二大贸易国了 对于双方的一个政治依靠 还有一个 政治不算是依靠 经济上的依靠是很连接 是很紧密的 然后但是政治上 它也有政治上的一个外交关系 之前听到一个学者在说 新加坡在政治地理区域上 最害怕的是哪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马来西亚 另外的一个国家就是印尼 然后同时呢 我们另外的一个主持人就会问 他不害怕中国吗 他不害怕美国吗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和美国更是他的敌人 然后但是这位受访的这个人 他说中国和美国 首先离新加坡距离是很远的 他没有任何的理由 跑那么老远来侵占你的新加坡 这是这对于一个政治考量 和经济考量都不太实惠 但是呢 最重要的 它不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 最重要的 新加坡害怕的两个邻国 这两个邻国 一个就是跟他之前 在1965年前后有过 这种政治关系 和一些历史关系的马来西亚 另外的一个国家就是印尼 所以呢 在某些方面 新加坡它的一个政治外交 和经济外交也是很独特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国内的一些补选的事情 对补选的事情 云兵还有巴东普补选的 这个国席补选投票日 就在这个星期会举行了 在星期三 星期四吧 五月六七号 七号 所以明年三党在两场补选的合作 欠加 无法枪口对外 一致对抗国政 政治评论人 他认为明年三党 无法重新再出发 是因为伊斯兰党 那一部已经是 已经有分明有两派的立场 未来的问题 如果越演越烈的话 伊斯兰党内部可能也会迎来分裂 其实云兵勒补选 是在今日投票的 所以在今天晚上11点 我们就会知道大概成绩粗鲁了 但从整个补选情况或者竞选活动看起来 国政巫统的候选人要胜出的几率应该也挺高的 就是说没太大的悬念了 在这一方面 当然如果是在于巴隆普这一边 可能就是不同的情况了 虽然这两个地方 他们都进行补选 但是情况看起来 是有一定的 怎么说呢 有一定的竞争性 比如说在云兵 我们看到 如果是从补选中看明年的关系 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内部的一些分裂 尤其是在伊斯兰党方面 在云兵补选 可以看到的出席在明连这方面的拉票 主要还是被称为保守派的这个部分 但是出席在巴东普补选的 这个伊斯兰党的支持的 来助政的候选 为候选人助政的这些人 都是被称为开明派的这一帮人 所以从中可以看到 好像是大家已经很明显的 是已经开始有不相往来了 而行动党呢 他是有出现在云兵的补选 但是行动党代表人 应该是彭亨舟的一个代表 我没记错 彭亨舟主席对吗 然后在于 那个谁呢 林吉祥 林冠英呢 他们也没有出现在这个补选当中 没有去竞选 而在巴东普呢 主要的 当然共政党的那些 主要的领袖都几乎出现 在支持的 但是伊斯兰党和行动党 好像也没明显的 有出现去给讲座 或者有一些报道 我们今天还有一些评论人 这些评论人都是马来人的评论 时事评论人 然后这些人怎么评论的呢 他就说最关键的差异就是 一党的保守派 与民连其他人在想法上产生了一些分歧 同时呢 这些时事评论人也认为 问题的政洁就是现在一党的主席 哈迪及其派系 与公正党和行动党的理念不同 那么他说了这些资深的一党领袖呢 持有较保守的意见 他们对于跟行动党和公正党 携手的合作不太舒服 这是不知是报章报道的 还是这些时事评论人亲自这么说的 但是如果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语句前后颠倒一下 是怎么颠倒呢 我也可以这么说 我说民连其他人的想法 跟伊斯兰保守派的想法产生了分歧 我颠倒一下说 所以是看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对啊 然后我说是因为行动党跟公正党 在理念上跟资深的一党领袖 持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呢才导致了一些问题的根据在这里 所以这种说法呢 就必须是如果站在伊斯兰党的角度来看 甚至是站在伊斯兰党的哈迪阿王这一派 一些人来看呢 就是这样子来像你刚才说了 颠倒过来说了 但是一般普罗大众 尤其是比如说名连名粉 名连粉丝支持者 就应该不是会站在伊斯兰党 这个角度来看 就一般是站在刚刚之前 前者你刚说的那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看到 时事评论人也许他是以时事作为评价的 但同时他也有一部分的政治立场的 政治立场的 他也许是站在公正党 这一部分的一个立场上在说话 因为他们是马来人时事评论人 只能想到公正党 或者只能想到伊斯兰党开明派 不会想到行动党 也不会想到伊斯兰党保守派的 然后这个事情是多方面的一个角度了 然后但是刚才也提到 这个补选的问题 确实也能看到 名连在某些程度上的合作的一些不愉快 合作的一些分歧 同时呢 其实现在我普遍的一个政治情形来说 不论是明年还是国阵都不是太好过的 明年是经历着内部的一些矛盾 一行法的一些课题的一些打扰 同时国阵这方面也经历着一些倒纳及声音的存在 所以导致了这两场补选来说呢 好像似乎表面上不是很轰轰烈烈的 不是风起云涌的这种状态 比较冷 就怎么说呢 比较冷 它就是没有像之前的任何一场补选的话 吵得那么热 甚至搞不好之前的这个反消费税集会 还比这些事情还来得更热呢 那当然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消息 要提醒大家 根据气象局的预告 因为今天是补选 所以要提醒 对要提醒这个投票的人士 今天云冰的天气预测是良好的 气温界25到33度 但是呢 早上虽然放晴 但是下午可能会有雷雨 所以就这些选务会呢 就促请所有的选民呢 尽早啊 要去投票 不要等到下午下大雨啊 夸大风的时候才去投票 可能会有点不方便 那当然有一个有趣的这个事情啊 关于这个补选的 我就在今天早上在面子书开的时候 突然间第一个post 这个跳出来的是什么呢 我就看到一个就 有人share了一篇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里面是怎么样呢 就说特别有人登报纸 花了一大笔钱 登了一大板的广告 他广告里面写什么呢 就是说他他首先他署名是谁呢 我们是一对一般什么 就是名联知识 还是说对补选失望 对选举失望的人 对政治失望的人 如果没记错 大概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他里面就说了 无论是投谁 投国阵也好 投名联都好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已经觉得开始很累了 所以我们也不想再参与这个政治游戏当中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换句话说 背后的意义呢 就是要你要嘛不要出来投票 要嘛就投废票就算了 无论你投给谁都是都是废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 所以挺奇怪 怎么会有人花钱打广告 打这种广告告诉你 我很累了 我不想 我投这边也不是投那边 也不是两边都没有给到我一些什么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很奇怪哦 我在想一次谁在发布这样的广告 首先第一肯定是要有钱 不然你花不了那整版的广告 那这个有钱呢 它可以是一个 自己本身的一个意愿 也可能是某一个党派 或某一个势力 做的一个东西 但是有没有效果呢 可能他还说出了一些人的心声 确实可能在某一些选民当中呢 他觉得又搞一场补选 又来一场补选 你知道从我们第十三届大选 到今天为止 已经进行了好多场的补选了 大家觉得挺累了 为什么一直在搞补选呢 补选也有 我们大集会也有 一场连着一场的大集会 其实今天有一个评论性的文章 是东方日报的黄庆诚先生写的 然后他的这个比喻 还挺恰当的感觉 他说了 他说现在达东普和云冰 两场补选的战 我也像进过水的鞭炮一样 不管怎么点就是点不着 这个形容词好 他也像我们大集会一样 说得非常对 一和一接连二 二接连三的一场一场大集会 过去了 好像似乎 我没想把这个鞭炮给点着了 但是始终好像是 也是进过水的鞭炮点不着 我可以用这个鞭炮点不着